前两天有花友告诉我 说自己家的多肉不是烂了就是腐了 那是什么原因呢 经过仔细的询问之后 我发现这个花友 它可能有一段时间不在家里 所以它多肉的盆土已经完全的干透 它发现干透之后 就马上给多肉大量的浇水 而且浇透了 但是因为它养多肉是放在室内 通风的环境不是很好 再加上它这个地方温度特别高 所以让多肉处于一个高温闷热状态 直接把它的多肉给全部闷烂了 不是烂根就是黑斧了 所以我们在养多肉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特别是在夏季或者是 现在刚刚入秋秋老虎这个阶段 如果你说除了是南方地区 一定要注意浇水要把握好 不能够马上干透浇透 浇水的话还是要适量 但是可以慢慢的增加一点浇水量 特别是在盆土特别干透的时候 我们先少量浇水 让它的根系能够慢慢的恢复吸收功能 之后 第二次浇水的时候 就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量就可以了 浇水的时候 想要避免黑斧烂根的话 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上一点 土壤专用的杀菌剂 二枚林 它这个二枚林的话 可以将土壤里面的病菌 特别是烂根黑斧致病菌 尖包镰刀菌全部消灭掉 直接与清水按照 1比500的比例 对水稀释 溶解之后 给你的多肉灌根就可以了 并且一定要把握好浇水时间 最好就是选择在早上或傍晚天气比较凉爽 时候浇水 一定要避开中午高温 并且浇水之后 一定要保证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让盆内的水分能够尽快的干燥 这样才是在高温天气给多肉浇水的一个正确方法 好了 本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